另外是羅隆鎮公所參加105年度宜蘭縣立運動會 以總排數244面 蟬聯總錦標的第一名 而羅隆鎮長林茲廟今天特別在公所 頒發了124萬的獎勵金給選手跟教練 鼓勵他們的用心 羅隆鎮公所在105年宜蘭縣運動會 總共參加了38項的競賽 532名教練選手報名參賽表現優異 榮獲了119面的金牌 79面銀牌 46面銅牌 以總排數244面 蟬聯總錦標第一名 羅隆鎮長林茲廟特別頒發選手教練的獎勵金124萬元 以表示對運動員的鼓勵 我們119面的金牌 還有79面的銀牌 47面的銅牌 所以我們獎金總共120多萬 我們希望鼓勵這些選手 他們不要血液以外 還有我們希望打造一個運動的陣 讓這個運動的陣能夠活潑健康 所以今年度我們得到了 我們105年度海藝蘭縣運動會的第一名 羅隆鎮長林茲廟上任以來重視體育發展 自103年度起提高參加現運的獎勵金 另外也增加各單項每面金牌的教練獎勵金 以表示對教練及選手的鼓勵 運動要持續不斷 然後台上幾分鐘 台下要好幾年的功 所以這些運動員除了得志舉軍美以外 還對我們的健康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特頒這個獎項 我們總共王政公所有38項 我們今年度參加了38項的運動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年都能夠得到非常好的成績 政長林茲廟也鼓勵各位選手繼續練習 創造更好成績 政公所將會全力支持 一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